作者,可可谈就在刚刚,杨子与秦俊杰的工作室,已经发布了联合声明,正式告知大家杨子与秦俊杰已经和平分手。 杨子与秦俊杰,已与秦俊和平分阳,结束恋人关系,作为朋友,二人曾携手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,做出这个决定,引受二人经过了慎重的考虑。 在此过程中,无关他人,没有背叛,之后他们也将对彼此怀揣真正的祝福。 本声明发布后,艺人及工作室,将不再对此事做任何回应,感谢大家的关心。 之前因为杨子的一条路是人非,的微博,引发的猜疑也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。 当网友看到这一新闻后,还是挺为杨子与秦俊杰惋惜的,毕竟之前两人是那样难爱宠溺。 还记得去年的七月份,杨佛因为跑到了秦俊杰的微博,下面和粉丝们互动留言,结果不但没有得到秦俊杰粉丝的喜欢,还被粉丝们大大的拴了一把。 粉丝们说到,粉丝们说到,粉丝们就不爽,你们在一起,现在还跑到我们的地盘秀恩爱。 还有好话秦俊杰,因为杨子这种做事方法,要脱粉了,还有粉丝直接粉丝杨子是不是没粉丝了,跑来抢粉丝。 不过,当时,因为杨子与秦俊杰,正是爱的最浓烈的时候,出现这事以后,秦俊杰直接将所有的事情扛了下来,既不愿意让自己女友受委屈,也不想得罪粉丝,请求粉丝原谅。 后来每每看到这件事,都觉杨子与秦俊杰,还是挺不容易的,也真是因了那句话,再浓烈的爱,也总有淡化的那一天。